有民众在台南市北区直击发现 这个骑士在骑机车的脚踏板上放了镀星踏板 但是整张脸贴在上面完全挡住事件 也没有办法看清楚前方的路况 画面曝光之后有网友开玩笑说 可能是因为这条路他骑了几十年了 大概是闭着眼睛都会骑吧 尽管当下没有发生意外 但警方事后还是会开罚的 好 另外来看到在海岸路上则有富人骑车违规 且紧击满车道被后方的车辆撞上 当场重摔倒地 男子骑着机车但仔细看怎么不太对劲 可不是看错因为机车脚踏垫 摆了一片镀星踏板 骑士整张脸还贴在上面 似乎看不清楚前方路况 从另一个角度看 当时骑士载着镀星踏板沿路直行 其他用路人就怕撞上也纷纷减速慢行 事发在9号晚上台南北区西门路四段 当下有民众直击并将画面PO网 就有网友开玩笑表示 对方可能这条路骑了十几年 真的闭着眼睛都会骑 尽管骑士当下没酿货 但警方事后仍将置单举发 最高可储三万六千元 骑乘机车载运物品 不得超过驾驶人肩步 宽度不得超过把手万元十公分 同样在北区则是有富人骑车 疑似强快硬切 照后方车辆当场撞上 连人带车富人重摔倒地 还波及另一辆停等红灯的车辆 其他用路人见状纷纷绕到闪避 事发在7号晚间海岸路三段 苏信富人骑车疑似违规回转 切入机慢车道 又没注意后方来车 这才酿货 双方驾驶均无酒驾 伤势无碍 马路如狐扣 提醒民众还是遵守交通规则 别让自己跟他人身陷险境 借黄富奇谈谈报道